CSS样式表简介 我们同样点选它右手边的图示 这是我帮大家收集的两个网站 这两个网站就包含了CSS的一些基本概念 它在这个地方有告诉我们 在早期的HTML它功能非常的薄弱 所谓的早期的HTML它指的是这一件事情 是指HTML3.2以前的这些功能 它的功能非常的薄弱 无法满足大众对文字的控制跟版面的排版的要求 所以那个时候W3C就公布了CSS的规格 CSS能够做到的事情非常的多 不过在讲CSS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如果你要设计一个网页 基本上你有三种语法 你是应该要熟悉的 第一种是HTML的语言 还有Script的语言 以及CSS 这三种语言 你应该要多多少少都要有熟悉的程度 这样子你在做网页的时候 才会得心应手 那CSS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像图片表格这些样式 我们都可以很轻易的用CSS来做规定 改变 那CSS它有一些很多的这个优点 包含所有的物件化 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把它做起来 那么CSS它有三种宣告的方式 一种是内嵌式的 还有一种是加注的 还有外部的定义 那么这三个呢 以这个引耐作为第一优先 就是你在程式码里面直接写的 这是定义这个CSS 这是第一优先 然后呢在header里面去宣告的呢 这是第二优先 第三优先的才是外部的这个引入的这个设定档 如果你对CSS有一点点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好 那 CSS它有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概念 其中要跟大家说明的 它有一个叫做class 有一个叫做id 好 那如果你把这两个class跟id把它搞清楚的话 其实CSS对你来讲就不难了 首先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CSS那个class呢 它用的是一点 只要你的这个指令里面 因为你这个地方呢 宣告的是用class来宣告 所以你既然你用的是class宣告的话 那么你在宣告你的css style的时候呢 就要用一点 那如果你在你的这个宣告里面 用的是id来宣告的话呢 那么你在style这个宣告呢 你就要用的是警字号 简单的再讲一遍 就是id的话呢 用警字号 如果用class呢 如果你是class的话 请用一点 这个是css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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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